现在民众只要做公益 就有机会入住环境优美的招待所 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 让宜兰县内社福团体的捐款大减 教育家吴越老师 为了唤醒社会大众踊跃来参与公益 只要民众捐款给宜兰县九个社福团体 凭着收据就可以入住秀春艺文空间的招待所 享受山林氛围 以及丰富的人文住宿环境 矗立在山林之间的这座行馆 不但有用心规划的植栽绿地 还附设游泳池 以及清幽庄严的佛堂 还有许多景观艺术 光是参观就让人心情顿时轻松 更何况还有优雅的住房空间 规划多元房型 适合二到六人 而且现在社会大众响应参与公益 就能免费入住 新冠状病毒的影响 宜兰县的境内的一些社福单位的收入锐减 那吳越老师感受到这一方面的需求 决定将他原本秀春艺文空间 就是原本的德隆行馆的一个供应的民宿 转化成一般民众都可以来参与的 都能够来住宿 只要你捐款两千块 给我们宜兰县九个指定的社福单位的话 你就可以入住到我们秀春艺文空间 接受老师的一个招待 那吳越老师希望把这个讯息 借由我们宜兰人帮助宜兰人的一个 一个心情能够带给我们外地的一些游客 把这讯息带给外地游客 希望能够将捐款 捐到我们宜兰县的社福单位 对吳越老师还有秀春教育基金会 能够发挥大爱 帮助社福团体 劝募善款 让许多民众除了感动之外 也会将这项善举广为宣传 包括县内的福气家族 更是用心来推展 六人房四人房三人房跟两人房 总共七间 可以透过网站了解到各个房型的一个优质环境 我很建议大家都可以来这边放松身心灵 然后又可以做善事 那一般我们两千元可能没办法住到很棒 可能就一般的民宿 那那么高档的很难住到 就是这么经济又实惠 然后又可以做善事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会邀请台北的亲朋好友 外地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宜兰 对放松度假 真的是无超所值 然后在这边其实真的是很放松 还有游泳池 然后整个就是山井啊什么的 其实来这边 就是不只放松还可以做善事 而且招待家人来 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地方 目前我们已经透过我们服务器的网站 还有我们的社团上面 各大在广播行销 那也把秀村这一个这么好的活动 把它全力的推广 让全台所有要参与的参与公寓的 都可以一起来参与这样子 基金会也表示 民众只要捐团给九个社会福利机构 凭着收据就能免费入住这间会馆 像是两人房需要捐两千 四人房是三千八 六人房则是要捐五千五 而详细的资讯可以联络 秀村艺文空间 宜蘭新闻记者张立林采访报道